西瓜田要問的就是 包心白菜要怎麼給他一件可以包心? 因為他曾經聽到音檔 但是老師好像沒有提到這個重點 另外呢 他問問有怎麼 西瓜、玉、炭區病有怎麼以後 洗澡的時候 冠頭會有這個要用什麼? 這個要說 其實有時候要怎麼給他包 還是什麼? 那種 為什麼我什麼都看不到呢? 你看不到 看不到他有什麼貼圖? 沒有 就西瓜田啊 對啊 他的問題 你說要給他的包 最要緊 因為一種寶貝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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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這個東西在材料 寶貝的在 federal菜 都有個 這種 一個Watch 樣的 一樣的 作為一個 就是它有一個時間的時間 有入階是這樣的 反正這個東西 時間夠 completamente 該的話的話 難說不會包 就是機會很少的 為什麼不包 不包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天氣 還是太熱了 或是審貝 審貝一個地方 去一種塘還是什麼 把他給他 因為他在那段時間裡面 他開始 他的一個我們叫做連座池 他的地方是連火 後來比較包起來 在那時候現現 那一種糖去加什麼 他就很容易去做這個卵腐病 所以那時候如果中病 你當然也不會包 所以這在我們在栽培的時候 就很重要 所以目前就是在種的時候 你一定要選到適當的這個品種 尤其你如果是種寬人比較親切 這個寬人的品種 帶來寬人種都沒關係 但是 種上的寬人的品種 在寬人種 這完全是沒有機會 所以這點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通常是在這個地方 一般來說就是在這個 對這個寶貝來講 材料很重要 這個材料 這個重點就是說要很生日 一般材料店會幫你處理好 他通常是21天 他給你28天 他21天的時候 他會去喝水 他會去喝水 差不多一禮拜 給你 所以有的看起來 那材料賣 其實是 那種材料 他有喝過水的材料 其實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種在這個產地 他電腦會比較用 這個通常是 種下去之後 我們隨著灌水 那時候就隨著吃 但是他不能太過頭淡 他知道 因為那時候我們種的時候 運動都要更高 所以 很容易申請 這個探區病 這種 或是說 一些事情像軟腐病的這個問題 這個種下去的時候 你一定要補鈣 這個 社長的時候 你一定要補鈣 尤其高溫高四的時候 他蓋的吸收 太高 太熱 太熱 太淡 這裡面就已經太熱 太淡了 對他 你沒有讓他淡了 他還不行 所以 如果水比較多 他隔溫 他就很容易濕透監管 這個情形 他就很容易申請 這個軟腐病 軟腐病 他如果是 在心那裡 那時候也不會包 他就這樣 他就包不起來 因為生長點會被破壞 所以這點一定要稍微 注意一下 所以 補鈣 所以社長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到 我們在種 這個 就是說 他心 還是海氣 他就是 蓋不夠 不夠 他包起來 有時候就是 讓你包起來 他在裡面 也是這個 操心 這個東西 他這個東西 就不說太好 所以 在我們在種 這個 保佩子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 一個 這個重點 但不是說 會包不包 可能這個 蓋的 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注意好 不要讓他 不要因為糖 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糖 太多 所以這個我們大家知道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你做一個參考 這個基本上是這種情形 那麼在這個肥肥來說 就是說 他很多 在社長的時候 他的這個量是要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你如果是一開始讓他太多 其實 他效果比較沒問題 那麼好 所以得手是這種情形 那麼在我們在栽培的時候 這點要很注意 很重要的這個地方 那麼 種保佩子 可能 但是在這個 種 吃水是差不多 差不多 這也沒什麼 這個 所以有時候 比較沒什麼特別 但是 你說比較沒什麼特別 他如果是管理後 不好洗的時候 他不會包 其實就是什麼 那不是黑乎病 就是軟腐病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 這個 因為時間到他的 他要買包 就是這個 軟腐病 還不就是黑乎病 黑乎病的腰子 看得到一個三角三角 這都是細菌性的病害 所以 最主要是這兩種 其實 你如果是改保佈 和配合這個 在轉 很多操心都跟你說缺鈣 缺鈣 比較容易軟腐病 所以 如果沒有保佛 有時候他會不會包 還不會包是缺鈣 所以 各種的這個原因 所以這方面 你稍微注意一下 應該 就有辦法 跟這個問題 你遇到一個困難 就有辦法 控制掉了 還有一個 是剛才說到的 這個瓶症 瓶症 瓶症瓶症 瓶症瓶症 一定很重要 現在有一種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包包 慢慢 像我們阿婆在說 很好吃的那種 那種 他就是一個 沒什麼包 他不是像我們那種 會包起來 其實現在這個瓶症 有很多 有的包得比較硬 有的包得比較硬 有的包得比較不硬 所以 他有幾種就是 包起來 有一個 一種比較傳統的 還有一個天津白菜 有沒有 滴滴的一種 還有一種 白頭白頭 那個比較少看 所以 這個不一樣 所以 你一定要把它找 找到 就是說 那個瓶症 你一定要 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說 我們種的這個瓶症 這個瓶症 這個瓶症 如果是比較熱的時候 我們所算的這個瓶症 一定會很刺激 因為這個部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他就 對這個瓶症 這個差別 是比較 比較不一樣的 這點 要稍微知道 還有一個是 你在種的時候 要很注意 就是說 那個NAA 哪有症症 這種東西 不要黑白症 開筋的那個 不可以做太多 人家會把症 那個東西 就出事 它開花 他本來是不會開花 不會抽台 還不會開花 結果呢 你在那裡 他把瓶症 開筋 瓶太多 他就先開花 先開花 他就不會包 他如果是先開花 他就比較不會結構 尤其 在冷人的時候 熱人是注意 這個 因為缺鈣 因為這個 操心 心腹病 就是這種 我們在說的 吸菌性軟腐病 加上這個缺鈣 還是說黑胡病 這三種的問題 引起的 這個 賣包 如果在結溫 譬如說 吃水的時候 就不可以 去拐一拐 拐一拐就好了 你不能一直拐 你就拐一拐 NAA 特別NAA很明顯 如果拐太多 他會提早 抽台 他要開花 要開花 他要開花 他就這樣 蛇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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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他已經悶了 他就很容易出現 這種情形 可能不會胖 所以這兩種現象 在不同是 時間點當中 购 crypto 你選到的 你的瓶領 一拐 肯定 一本 但是就注意不要 NAA 這 肉 脐筋不要 obviamente 這漂急 在這裏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這種情形 所以大體上 我們差不多是去看到 差不多是這些問題 這裏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做一個參考 有時候很多這些作物 一定要了解它的性質 它的性質 它本身就是比較適合冷的 這種能量的作物 所以平靜的一個選項 就特別的要緊 所以你稍微知道 大概是這樣 這兩種不同的規則 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你一定要照這個 大概這個重要的地方 將來站起來 我相信基本上應該 就沒有很大的困難 在提供我們 就一點眾朋友 先做一個參考